寫ueller曲 李文綠 穿著裙보 做過了醒著呢 笑過了哭著呢 太多的疑惧對誰講 一個人的霓 Kre 兩顆星的相撞 匆忙的走着 恍惚的忙着 只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 三只小羊 气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 我要 沥沥渣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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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 touch 当大的幸福吧 独星望像鸟丸一样 辽子有段生活 你看行行行行行你 惹得我二分 breaths 什么不能说 什么又可说 生活就是一软捏 跟谁吃敌为的更重要 天空中有那 三只小鸟 气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喳喳的 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想要为你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喳喳的 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你既然不想让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那你就必须听我的话 那你必须和那个舒姐 一刀两断彻底地断了 你能做到吗 能 口受无凭 你给我写个字句 你必须写上 我和苏姐老死不相往来 写就写 现在就写 写就写 好 那我拿纸去 好 好 李总啊 你好 我是春宏 对啊 我打电话给您是想 说说我们那个产品的事 那当然那当然 我跟我先生刚刚回国 好多事情都不知道 想好好地跟您讨教讨教了 这样 今天晚上请您一起吃个饭 不行 您必须要来 酒店我已经订好了 好 谢谢您的闪光 那就这样 晚上不见不散 再见 你怎么一大清早起来 就哈气连天的 快别提了 我昨天一宿没睡 一宿没睡 是不是跟你那富二代男朋友 去哪儿甜蜜时光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我昨天是跟一客户在一起 什么情况 你和一客户 带了一宿 你能不能不要用你那 唯恐天下不乱的握索思想 来揣渡我对工作 鞠躬尽瘁的诚意啊 无不无聊你 不不 说真的啊 你说你有这么一有钱的男朋友 你还在这小破公司 混个什么劲啊 就你跑那几单广告 估计都不抵人家公子哥 一顿饭去 我要是你呀 我就回家做少奶奶去 何嘉 别人不了解我 你还不知道我吗 我苏姐可是靠自己身 我凭本事之外 她花开地有钱 那是她的时候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 我要是喜欢她 她明天就算身无分文 我一样不离不起 可我要是讨厌她 就算她堆了真金白银 在我面前 我一样不离不起 好样子 真给你们屌丝长脸 怎么就我们屌丝了 你又不是了 我不是 来来来 什么时候 来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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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好 好 请您在这签个字 嗯 好 好 来 这请您收好 谢谢啊 好 老老老 爸 麻烦你了啊 谢谢 没关系 谢谢您啊 再见 老老老 我们一定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 二十万 一定要送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叫 李清晴一众 嗯 所以其实礼物不过就是一个新意 只要能代表写意和感情就OK了 我们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奢侈 这好像是给对对方一个压力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 叫礼尚往来 很多时候礼物就是给人一种压力 他收了咱这么贵重的礼物 就得替咱办事 明白吗 我不明白 慢慢你会明白 对了 我的卡里没钱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麻烦你买鲜蛋 好的 但是我要说明白 这比例品开销的账目 不是我们生活费用之处的 好吧 好的 我明白 老赵 你可真行 偷偷认识这么好的女孩也不跟我汇报 幸亏被我及时发现 我们俩玩得高兴 聊得投机 她又是苏达的亲姐姐 这缘分 不但我后妈都天理难容 老爸 后妈 看我怎么让你们俩忠诚倦鼠吧 首先 我要让你们成为有情人 但这事不能着急 对老爸要寻寻善用 绝不能让他产生逆反心理 对苏姐呢 就一步都不能放松 这后妈的称呼呀 就不能改 李总 来 这是一点小心 程总真是客气 客气客气 小意思 小意思 将来中国市场可就靠您了 今天这些菜呢 我做主就点了 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 但是 吃菜为辅 喝酒为主 来 来 我敬您 好 天干为敬 这楼 喂你 敬酒啊 对不起啊 您 来 谢谢 来 来 我给您倒上 好 程总啊 你真是幸福啊 找了个美国老公 还怎么爱你 必须的 来 咱俩一个小的 来来来来 好 好 喝完这杯咱们吃菜 得嘞 干啊 好 来 再给您买一汤 好 谢谢 谢谢 来 再给您买一汤 妈妈 妈妈 带带 怎么了这是 又做噩梦啊 可怜孩子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你信不信 我会很快 打开市场 让我们的产品成为 知名产品 你信不信 芳妮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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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也是 是 我再跟你去泰国 补上南门蜜月旅行 爸 我没事了 你回去睡觉吧 好吧 那我回去了啊 晚安 爸爸 有事儿叫 妈妈妈不走 妈妈不走 妈妈 带带 妈妈 带带 带带 妈妈要出差去 好孩子 妈妈骗人 妈妈不要带带了 妈妈骗人 妈妈 带带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了 妈妈不要 我周代的有爹没妈过了十四年了 我过够了 现阶段我的人生里只有两件事最重要 一是找后妈 二是高考复读 爸 咱们还是走吧 省得在人家婚礼上碍眼 婚礼 今天 我结婚了 您要是跟您前妻我前妈破镜重渊那最好 要是没成 您可不能单着了 我真得给我自己找一后妈了 带带啊 拜拜 拜拜 啥事啊 爸 爸爸决定 给你找个后妈 真的 爸 我爱死你了 真正 满意吧 妈 满意 不错 不错 非常标准的相亲打扮 肯定马到成功 有得紧张呢 别紧张 放心吧 就您这气质 您这条件 加上本大小姐的精心打扮 您这造型堪称成熟稳重中 透露出洒脱性感 低调干练中不失奢华大气 肯定能把那个三人出头 四十不到的女公务员 一举拿下 拿下 拿下 谢谢 主位医生 陈小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迟到了一个小时 实在是太抱歉了 可以理解 一般女孩子出门 总要比男人麻烦一点 不不不 您误会了 我从来不会因为化妆 耽误时间的 我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今天中午确实是 有点特殊情况 陪我们领导到局里 开了个会 领导都在呢 实在是走不开 请您原谅 明白明白 在机关工作 有时候的确有点身不由己 是呀 在机关工作真不容易 在机关办公室工作 那就更不容易 那要是在机关办公室 还当主任 那就太不容易了 我们有句话说得好 世人当不了办公室主任 能把办公室主任当好 他就不是人 这么说 您是办公室主任 是 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我们这工作吧 不是领导 但胜死领导 那这话怎么说 你比方说 领导要出门 那领导没行 我们先行 要看到路平不平 那领导要坐下来吃饭 领导没尝我们先尝 要看饭菜凉不凉 领导要开会 领导没做我们先做 要看座位硬不硬 领导要讲话 那就更重要了 领导没讲 我们先讲 要看话筒想不想 总之一句话 时时刻刻为领导服务 分分秒秒为领导着想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真是不容易啊 你要是遇到一个 开明和蔼的领导也就罢了 你要碰到那种刁钻刻薄的 那日子没法过了 可不是嘛 我们领导就是你说的那种 刁钻刻薄性 这不害得我第一次跟你约会 就迟到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咱们言归正传 好 介绍人 把我的情况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 说句实在话啊 卓医生 我对您的条件 还是挺满意的 尤其是您的职业 我的职业 您不是牙医吗 对啊 您不知道我们领导牙就不好 这我们领导要是到您的诊所去看牙 那您还不给个VIP上的 是不是 那什么手术费 什么诊疗费 什么假牙费 您说免不都给免了吗 是不是啊 另外呢 我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 她今年要考大学 如果我们要在一起生活的话 日后就意味着 你要当我女儿的后妈 你看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 十八岁了是不是 对 都成年了 我相信我们的相处 不会有什么困难 你女儿好像是去年没考上 经济复读的是吧 对啊 其实学习不好真没什么 我领导的儿子学习就不好 连考了三年大学都没考上 这个情况应该不是这样 我女儿是去年她发挥的不正常 所以没考上 跟你领导的儿子情况不太一样 是 那是不太一样 我们领导的儿子吧 小时候得过那个小儿妈币证务 就是走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果 这不最近我们领导让我 给她儿子介绍个女朋友 那我要是当了你女儿的后妈 你女儿残恋爱 那我肯定得先惦记呀 你说是不是 我基本上明白您是什么意思了 您是想跟我谈一桩 买一赠一的生意吗 周大夫话不能这么说吗 我是叫优化资源整合 优化整合 对 就是把你们领导优化到我的诊所 去做免费治疗 把我的女儿优化给你们领导的儿子 里外里舍得你一个 然后解决你们领导家里边的两个难题 是这样 您说得没错 我今天来跟您相亲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认为现在的婚姻就是各取所需 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 是不是 况且您还有过一段婚事 您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我是叫优化资源整合 您说是不是 您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 您工作很忙 我就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了 那就这样 好吗 服务员 咱们结账 没关系 没关系 老周 其实相亲这事吧 都是广泛撒网 重点捕捞 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呢 影响不了什么 听我的 重新振作 继续上路 一棵歪薄树倒下去 还有一片大森林等着你呢 是吧 倒是 老周 我不是让那个女公务员啊 给我搞灰心了 我是担心明天那个宠物医院的医生 对路子很奇怪 他主动提出是要找一个 有孩子的中年男子 做结婚对象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我倒是觉得 能喜欢小动物的人 一定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是吧 妈妈给叔叔口罗 这是 我的狗狗 那个 我吧 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喜欢小动物 这个人肯定特别善良 你喜欢动物是吧 当然 我跟我的女儿都喜欢动物 以前我还跟她一块养过 小金鱼啊 什么小乌龟什么的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其实如果你家里边 有这个喜欢动物的氛围 我觉得 我觉得咱俩可以深入地聊一聊 好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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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问一下您这儿有多少动物吗 现在不太多 也就二十来只吧 那你看这个 这个是狗狗 这个 这个 这是 猫咪 后面那儿 那个是小兔子 小兔子 还有这个 这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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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里边那个 叫仓鼠 还真不少啊 我印象中一般宠物店 就是猫啊 狗啊什么的 没想到您这儿还有小兔子 小耗子 嘘嘘嘘 不能管它叫耗子 它听了会异语它 它叫仓鼠 仓鼠 我这现在还不是特别多呢 我那边那个五只猫都没做手术 其中有两只猫已经怀孕了 然后呢 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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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乖乖 乖乖 没事 别怕 这个仓鼠你不知道吧 就这个小东西 繁殖能力特别强 它差不多 一个月就能生一窝 一年差不多 最少能生一窝 一年十五 一年十五 那够能生的 那 这些动物 都是客户寄存的 您知道吗 不都是 有的是那个周围邻居 放在我这儿给他们看管的 还有的是那个街上的一些 流浪猫流浪狗 我捡得回来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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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是就是 小的时候先这样很可爱 我把它买回来 然后一直没人领养 我就把它养大了 挺好 那个 菲菲小姐 我 我有个女儿 您知道啊 当然啊 这是我跟介绍人要求的 必须要找个有孩子的 为什么呀 她没有生过孩子的 她根本不理解 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 是 她也就不能理解 我对我这些孩子的爱 是吧 哪个父母舍得扔下自己的孩子呀 你舍不得扔下你的孩子 我也舍不得扔下我的孩子呀 对不对 你说得太对了 对 我知道喜欢动物的人哪 都把这些动物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您这点小耗子 它们 仓鼠 对对 仓鼠 想什么 我 我这个人啊 其实生活中挺无聊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除了喜欢小动物 我把我的全部精力 都放在动物上面了 这些小动物就是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如果 你要想跟我生活在一起呢 就也得接受它了 您想 开宠物店我觉得挺好 但是我也想明确地跟您说一下啊 我来相亲呢 是为了给我的孩子找一个后妈 因为我 后妈 对对对 你知道我孩子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从小缺少母爱 我想我们两人在一起呢 您就能分配出一点时间 然后照顾一下我女儿 那哪儿行啊周先生 你想想我自己都这么多孩子了 都照顾不过来 我哪有精力再多照顾一个孩子呀 真的你 我再说了 我我这个地方 下个月房租就要到期了 我想找个人结婚 就是想快点 让我和我的孩子有个地方待 我我没有精力再多照顾一个孩子 真没有 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一块的话 你就得把这些动物都搬到我们家去 包括这些小耗子就是 不是小耗子 仓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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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不起 我实在不习惯叫他们的学名 那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以后就得习惯 你就得这么叫 我我 你家房子挺大的是吧 不小话 我跟你说 我我我当初跟街上人也说了 我就想找个有大房子的 这样的话呢 菲菲 乖乖乖 这样的话呢 我这些孩子们呢 都有地方待了 我的那些猫 也不用做绝育手术了 多痛苦啊 到时候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等那女儿上大学了 你把她都握屎腾住了 我让我的这些孩子们 都住在里边 那个时候 想生多少生多少 想死了 菲菲小姐 我相亲是为了结婚 不是要开家庭动物园 我更不能忍受 你要把我女儿的房间 改成你动物的产房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不是挺有爱心的一人吗 你的孩子是孩子呢 我这么多孩子 都不是孩子了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呢 照你这么说弄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根本不合适 确实是不合适 请你从菲比的椅子上 站起来 谁的椅子 非比她 老周 你衣服上这狗毛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看着还不是一只狗的 幸亏你没把那一年 十我号子领回来 要不然呀 咱们家只不听说什么样呢 不是耗子 仓鼠 仓鼠就是耗子一种 瞎搅影什么呀 真是 你说 喜欢小动物的人都有爱心 我这回算是领教 有爱心是好的 可谁知道 这位的爱心 能泛滥到在家开动物园的份上啊 不过老周 咱不能阴夜废食对不对 虽然呢 这相亲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你得想想 我有后妈 你有老婆的未来是光明的 所以你得听我的 继续前进 我这回给你找一特好的 来 这边请 您的这家餐厅还真是挺有特色的 还行吧 我经营这家餐厅已经十多年了 生意倒是一直都不错 今天你一定要好好尝尝我给你准备这些菜 都是我们的意大利厨师为你做的 感谢 感谢 别客气 我这个人是开餐厅的 所以我认为生活跟做菜是一个道理 各种配料相互配搭调和 就是美味佳肴 反之就会难以下咽 其实成功的婚姻 就是一道美味可口的菜品 反之如果是失败的婚姻 多半是因为没有选对食材 你把婚姻比做食材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 光选对食材恐怕还不行 还得有很好的烹饪方法 对吧 所以婚姻呢我觉得是 两个人相处很重要 周医生 你的观点我十分地同意 我跟我的前夫 就是因为没有选对食材 做错了菜 我认为咱们俩是十分合适的配菜 最主要的是要找对一个烹饪方式 所以在这里我准备了一份协议书 什么协议书 是这样 我想如果你想和我进一步发展的话 有一些话我们要之前先说明白 什么话你想说明白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在我们确认关系之前 我想先给你签一份婚前财产公证 我的这个餐厅还有你的诊所 都是我们各自的私有财产 当然其中还包括一些我们婚后的 具体事项该如何支出 万一要是我们离异的话 我们的财产该如何分割等等 我想在我们确立关系之前 你应该先把这些看明白 您准备的这份协议书够厚的呀 是我想的比较周到 一共是八十五页九百九十九项 当然如果你对其中的某一项 存在意义的话我们还可以协商 这份协议书不用看了 你这么跟我聊完我觉得这 凯丽小姐我们俩人在对婚姻的认识上相去甚远 恐怕我不是您的那道菜 周医生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强求了 本来这餐饭是我打算请你 不用不用我自己付费 不好意思 我们餐厅有最低消费 这几道菜加起来还差三十多块钱 要不然你再点一道菜也可以打 不不不不 你按最低消费结账 好吧 大大我希望你能明白 爸爸不是说不愿意完成 你让我去找后妈的这个任务 实在是这个任务太过艰巨 这两天我都觉着我得了相亲综合症 要不我觉着还是维持现状 挺好 我绝不同意 我让您娶相亲明明是打着 给我自己找后妈的名义 增进你跟诸多异性广泛接触的大好机会 你看谁家闺女像我这么宽宏大量 善解人意尽心尽力地为老爹着想 我都做到这份上了 你可不能不思进去有为难情绪啊 那你别逼着我相亲行不行 不行 不过我觉得您现在迫切要改变的是 相亲对象 相亲对象啊 对 跟您年龄相当的女性吧 普遍都过了追求浪漫的年龄 她们看待问题就容易现实一些 尤其是那些有过婚姻经验的 她们往往会把这个物质基础 当做第二场婚姻的一个标准 所以你跟她们相处起来 肯定觉得她们现实呀 分析得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 您应该把这相亲对象的年龄啊 给降下来 选择那些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 你看啊 她们现在正处在事业的奋斗期 不会把物质跟经济的压力 过多地施加于你 再加上她们对爱情 对婚姻 还有那么一点点 尚未磨灭的星星之火 这样的女人最适合您 三十岁左右的啊 小了点吧 不小正合适 我是斑斑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但是个人家的他 这条船都分了 他说我找你 你这条船都被你 trust 你这条船都快了 我跟 Chain上船都不敢 praising你 帮老船都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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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差这么远 你怎么不知道 保护她的身体健康呢 你不能光顾你自己啊 对不对 你说到现在 抽烟 喝酒 做激烈运动 已经都有 仙照流产的迹象了 仙照流产 我问你啊 这孩子是保啊还是不保啊 你们赶快商量一下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和我男朋友分手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不想求她 所以你想找一个人结婚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你 跟我这是 周医生 我没有骗你 根本没有想让你顶这个呗 我在这个球市没有亲人 男朋友把我甩了 我很害怕 我就想交一个男朋友 我就想交一个男朋友 然后让他来陪我做这个手术 我真的很害怕 你别哭了 不怕 我答应你 我会陪着你一定到手术做完 我会表扮 我不想想交一个男朋友 我不想交一个男朋友 你不是我 甚至于有什么ijang 你不是我呀 你应该被我そう 你多想要我 你 帮我 我认为我 你别怕 我还经营了 我这就是我 在这儿等你 我 我也是高一个人 我我们的两出手术 你你 周医生 谢谢你 去吧 老爸的几次相亲都失败了 那是注定的 天注地楼让你碰上这几朵奇葩 老臭 快回头看看你身边的这位女神吧 是时候了 我让苏姐成为我亲后妈的计划 正式启动 奶奶啊 我发现这三十左右的也不怎么适合你吧 那可未必 我觉得有一个人呀就特别适合您 谁啊 这个人呢跟你很熟 跟我呢也认识 跟咱们家关系啊很好 最重要的是 她符合我找后妈的所有要求 我呢还真叫过她后妈 苏姐 冰果 别瞎掰了啊苏姐 你看啊 苏姐呢我是她客户 她弟弟跟你是闺蜜 她男朋友又是文雅的外甥 这关系太复杂了不好问她 关系复杂 说明你们俩有缘分呀 再说了 那个什么黄凯迪 已经是她前男友了 你跟那个文小姐又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 我跟她弟弟关系好 这不更有利于增进你们的感情吗 最重要的是 她可是一个为人正直 相貌出众 自强自立 心底善良的好人哪 你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我听着是你喜欢的更多 那当然 给你找媳妇 就是给我挑后妈 让我喜欢 可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了 苏姐 你看看 刚叨叨完电话就打过来 还说没缘分呢 肯定是广告的事 喂 小苏啊 是我是我 广告策划案是吧 那你就发到我的邮箱里来呗 我尽快看 看了以后觉得没什么问题 咱们就把协约呛了 辛苦你啊 好 谢谢 再见 怎么样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我觉得苏姐就是最适合我的后妈人选 下巴呀 你 陈女士您好 我是您广告项目的负责人 代代的妈妈 是的 你好 好 上次那个事情啊 不是大家说的那样 她是为了气你才那么说的 我跟周医生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不用解释 我了解周东风 即便是她想再往前走一步 也不会找你这么年轻的女孩 坐吧 我的时间有限 我们说正事吧 这是我的产品 传奇防托洗发录 挺好 我今天给你装的是一颗全瓷牙 全瓷牙的外观 应该说比你原来那颗牙更好 但是你会有一些不适感 没关系啊 过两天习惯了就好吧 这两天还得要注意口腔外征 不要吃那些难运取决的食物 如果有特别的不适感呢 您可以随时回来找我 那周医生 行了 行了 没问题了 谢谢周医生 陈女士 您的这些要求呢 我都会尽量满足 但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不用铺垫 有问题说问题 我们尽快解决问题 我非常着急要拿到这个板面 问题就是这个板面我不能给你 放鞭笔 当冰礁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候 看自己还思念少时的情况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疲惫其实内心的时候 围绕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 当清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另一颗眼睹 当清晨的弧弦变成沧桑的云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这种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模糊了我的视线 到清晨的弧弦变成沧桑的云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站成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另一个眼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